来 也自我介绍一下 我是原来不玩 红莲小姨 你好 我苏双红 苏双红 52岁 黎毅 长春市客车厂退休 退休金3200元 有双保 现居住地长春市 住房面积88平米 我那个想换个拖鞋 哎呀 有鞋子 我用手的吧 我用头发 这可厉害了 一看着人 我看着人 一看着人渴了 挺厉害呀 不害怕 来 来 乖 来 学宝 你养了这几年了 她刚六个月 刚六个月呀 那小 要我咋能点到关到这屋呢 这是小笔熊吗 小笔熊 小样子可爱 六个月才来家的 嗯 是你买的吗 我买的 我就从那个那哪儿回来 我上海南去 上海南 五月份回来之后 不可以叫我 五月份回来之后 完了 那个那哈 没干啥 就十分才买 二是没干 那家孩子也是没啥意思 给他折着屋吧 苏大姐告诉我们 这个小笔熊狗 是他半年前买的 之所以养只小狗 就是因为一个人 实在太孤单了 而且因为不喜欢独居 苏大姐还把两个卧室 都租了出去 这是个厅 这样我给折上了 青屋 那这屋是咱住的屋 这是我住的屋 完了那俩屋 我给猪出去了 这俩屋是租出产店了 是不是 对 那头猪四百五 那头猪五百 那一月也五百五 还行吧 都是小姑娘吗 就是在唱这屋 对呀 完蛋也不做饭 我别让她做饭 就白天出去上班了 是吧 他们都晚上到六七点钟才回来 最后这个钢板走 苏大姐今年五十二岁 两年前从客车厂追修 上了半辈子班的她 冷不丁闲下来呀 浑身都不自在 所以刚一退休 苏大姐便开始找起了活干 我退休前 啥都干过 当我保洁当即挑就当够了 完了坚持了一个月 不干了 后来呢 当保姆 苏大姐说 其实自己不缺钱 之所以找活干 就是因为太无聊了 但要是因为工作 把身体累坏了 那也不知道 所以这半年呢 苏大姐也没再出去打工 平时没事的时候啊 她就喜欢去健身房 锻炼锻炼身体 就是恒大城 是运动中心 健身房 每天都回去吗 对呀 到那个健健身 或者游泳泳 原先上班前 晚上回家了 到那儿啊 见完神 从我早就回家了 睡觉了 要不也没啥可干的 之前上班的时候 晚上还会去健身呢 对呀 我们从这儿好多都去 近 离我家就五分钟 老师有停上一天班 快累的 赶紧回家歇悦呢 我们那儿没啥事儿 我们那家库房天天总呆了 没啥事儿 还是亲戚人 苏大姐告诉我们 自己无儿无女 所以一直以来呀 她的时间都是比较自由的 而为啥一直都没有生育过这事儿 那还得从她的两段婚姻说起 我属于两段 这两段是咋回事儿 头一回就是 岁数小 我二十岁就结婚了 完了 头一孩子也没药 就坐下了 坐下了之后 因为她是汽车厂的 我是客车厂的 我们单位不管 他们单位管 他们单位 就是有押金 还有那个烂凿的 就是单位那个不允许 就是女的必须二三 男的二十五 当时她够我不够 所以说那就先登记结婚了 不能要孩子 把第一个孩子就坐下去了 苏大姐说 那时因为单位有规定 再加上自己也年轻 所以就想着不要就不要了 毕竟以后有的是机会 但她跟前夫的关系 也就是从那时起 开始发生了微妙的变化 那个之后就因为这孩子 家里头烂烂糟糟的事情 那就离婚了 过了两年多吧 就离婚了 就过了两年多了 也不因为啥 她也不再爱上班 她父母上农村坐买去 你不上班 完了就成天在农村来了 她去帮着她父母 挣钱 如果说一个月在那待半个月 这就不一定了 那你就把我自己 扔家守着两时一停 那也不是那么回事啊 完了我就说 因为赶到过年嘛 我就说你别去了 你有时候去的话 咱就别过了 那你不能说这 总书病假 这一个月 本身就倒班 上不了几天班 你再不总上班 完了就这么的 我俩就各级过完年 就她家也没出面 完了就拉到了 她为啥总愿意 上父母呢 大爷 自己媳妇在长春 为啥不在长春 跟你在这儿和过呀 多好啊 其实我还真不知道 她也挺内向的 白叔 也白不咋爱之声 反正 哎呀 就熙了糊涂就离了 因为那家刚小 那家我俩离婚家 我可能刚二十二 说一说 这离了就离了 苏大姐说 其实直到现在 她也没明白 那时丈夫 为什么就不能多陪陪她 两个人之间冷战是常态 丈夫不理解 也不改变 让她很是无力 气头上提出的离婚 丈夫也是顺势就同意了 苏大姐难过 但也知道 自己不能就这样委屈一辈子 所以离婚也算适中解脱 离婚后的第十年 苏大姐遇到了 自己的第二任丈夫 因为各种因素夹杂 苏大姐也就没有执着于要孩子这事 她觉得 只要两个人感情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如果您的家伙伴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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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转发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请不吝点赞 转发 请不吝点赞 订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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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发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想必大家都不陌生 凡大哥之前上过咱们的节目 64岁的他生活在吉林市 年轻时的凡大哥是做钢材生意的 也算是在商场里摸爬滚打了半辈子 因为头脑灵活 凡大哥那些年没少赚 但提起自己的经济状况 凡大哥却说呀 如今的他跟破产没什么区别 为啥这么说呢 这事还得从他的两段婚姻说起 我是第二次回 这是第二次 第一段是参加工作 我参加工作是谁那边理的呢 那也是那边吧 年轻很咱们也是 经常朋友那边都好处又好客 吃喝的玩的 他那就是一天是啥 你这一天跟这些人吃喝的 我说这都赞美这些人 凡大哥告诉我们 那时前妻脾气豹 自己也年轻气盛爱面子 针尖对外忙的两个人 谁也不低头 最后这段为妻九年的婚姻 也在争吵中走到了尽头 离婚后的第八年 凡大哥再婚 前妻比他小十二岁 自己对他也是十分疼爱 就连外出做生意也都带着他 可对业务慢慢熟悉起来的前妻 却开始让凡大哥感觉到了危机 说是阿里亚 有一个必须有鱼在家 有鱼在外 暂时也是 你看上唐山那这那 暂时也是我去 后期完了就是 这家有时也不行 我在家他出去 这会儿他出去 整个浪 外面这块地都是人家的 咱插不上的 插不上就给你加空了 我都干不了 人所有的外府的这些解算 都是他 您经手我天天出门 都堵他去 所以说我去啥的 你啥的就整不了了 不加空了 我都给 我想干我都干不了 就是没招就给他 现在的凡大哥 每个月有三千五百块钱的退休金 虽然不比以前风光 但他也享受现在的安逸和平静 虽然上次节目中 凡大哥没能牵手成功 但节目播出后 凡大哥干净利速的家 以及干脆利落的行事风格 得到了不少大姐的喜欢 其中就包括苏双红 苏大姐 我觉得人家好像 反正谁到了 等看着本人呢 啥样我就不知道了 但是我觉得心思 反正比我大一点 我心思大点就大点吧 就这么心思 完了就打电话 苏大姐和凡大哥 都有过两段婚姻 经历也很相似 这不仅让苏大姐有了欣欣相惜的感觉 而对于这次见面 凡大哥更是满怀期待 隔天的一大早 按照约定好的时间 凡大哥来到了长春 可算闹了 还多长时间几点后几里走的呀 那应该能够 哎呦妈呀 那么早就走了 不着急 到外面 上去 大姐就这个了 口罩宅了 口罩宅了 在他们节目播出之后 有没有人问你 那你怎么玩 我这公众人物 想没想到有人想让咱 给咱奔咱赖的 没有 没想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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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姐一早六点多就从街 一看车往外走了 然后走差路了 要不然咱们就咱咱咱 来 我给两位 暂时介绍一下啊 凡叔春 凡大哥 孙的双孔 很好 在书说的 这个外表 行不行 行 楼眼一边了吗 点头儿啥意思 行 看着挺身眼的 对 个头儿呢 个头儿也行 对于苏大姐 凡大哥是挺有眼缘的 见到本人后呢 苏大姐也觉得 凡大哥除了个儿一点以外 其他还都行 但他也表示了 个头外表这些都不重要 重要的是人的内在 不想介绍自己的情况吧 也不太了解 是不是范大哥 我不了解 他看着我了 看着你 但是好像也有点忘了 是吧 正常时期 大哥咱那男事 先体现 先介绍自己 蛮岁数值的 知道 说个大姐 我知道你说的是六十三 你属啥的 我属鸡的 大我十二十 我也属鸡 阿妈 这好一轮呢 啊 他陪我搭一群 嗯 这岁是一块儿能介绍的吗 嗯 先看看吧 就还是看着你 对 我们年龄啥的 就都无所谓的事情 这为啥我要治这个气 我离那这跟他同罪 我那个离那也是 他呀 这好像是跟你差一轮 嗯 这赶紧这个巧劲 对 嗯 再找一个岁数小的 会不会担心呢 对啊 你啊 我不担心 没事 有这些 嗯 对于年龄相差十二岁 这个问题 苏大姐表示啊 自己并不介意 人好就行 而范大哥这边 就更不用说了 接下来呢 苏大姐也开始主动 介绍起了 自己的工作情况 我是 呃 现在叫北车级全 人家叫客车 呃 属于附属单位 我不是上了一口对 我开了三千五 三千五五的问题 我开三千二 你们这铁路的是吗 客车上的 嗯 开的多 结果我没啥负担 我没有孩子 我也没生过孩子 所以我这拉的就是 没什么负担 我就是老哥一个 就这一堆一块 就这个条件 你看姐 我知道 给我介绍了 这啥事 你看啥事 没有 也没孩子 对 就这一点 这一点 你得好好过这 这啥事 也没有了 演员 年龄 无儿无女 苏大姐各个方面的条件 都十分符合 范大哥的要求 两人的相亲进展 也很顺利 但随后 在日后相处的这个问题上 苏大姐觉得 有个个人观点 她必须得强调一下 后找的 后到一起的 我觉得好像不一样 你看她是怎么想的 我也想知道 就是说的 你以后 就是想怎么过呀 或者是 有什么想法 最期待的 我想听听 如果又不行 就是你想知道 大哥这会儿 对于以后生活这会儿 想咋过 咋个过法 是不是 啊 咋过呢 得好好过 不好过那行吗 不是 我不想 那个 跟谁打火锅 对我也是那么想的 没事 你咋说不行 你说 我不是说 那我咋说都行 没有 打火 谁打火 这真是正大罪还打我 那姐呢 那啥 你意思是 意思是俩人解惑的 像从小夫妻那样 就是领证 就是要领证啊 不想了解了 然后觉得真正合适了 我们俩人领证解惑那种 是吗 对啊 好 我绝对不跟谁 打火过日子 我就这么认为的 我没有必要 跟谁打火过日子 让他养我 往我跟人过去 过不好了 三天 就自己走了 我家包就去 完了再家包回的 我有病 出一家进一家的 也挺伤感情的 犯不伤 你还得登记 你不能进算找事 有的人说 别登记 这么大事 那都扯他 那都是过不上 他说 这正经八百过程 对啊 谁说斩进 不得挺好 谁斩意 在这顶上 谈不到大火 这不能大火 咱这成了之后 我公司一交 我啥也不管 咱啥事都没有 烂灶事没有 负担没有 公司卡一交 正经八百过日子 咱也有记住 我这位人吧 对女的 慢慢 你先出一阶段 我说也没有用 你看我这点怎么样 出一阶段 说 把你再说 我都不要求太高了 最起码的 人说 这个公司卡一交 给你了 就比较不错了 这人就属于 现在二婚的很少 就这点还挺好的 说明人 对 就说明说 得拿出真心来了 我也不能说别的 就从这一点 我也得 如果他同意 我也得跟你 出手看 想像原配夫妻那样 真心实意的过日子 绝对不能搭火 而这一观点 也得到了樊大哥的认同 并且主动表示 工资卡上交 对此苏大姐很满意 但随后他又提出了自己的另外一个担心 我有个朋友 他也是吉林的 找一个 我们俩人在一起过 他儿子知道了 领媳妇 孩子回来了 孩子一蹦 把你给我看孩子吧 转时走了 我朋友 他说 那哈 直接 5万块钱我还给你 我不跟你过了 那人就走了 你说我跟你过啥呀 你说你 当在一起 就是俩人闹挺好 还没等那哈登记呢 我说 他把孩子整过来了 就是上超市就碰上了 直接就把孩子送回来了 那还过啥呢 人家 我朋友也没有孩子 怎么不能产生的事 哦 其实儿女不支持找 对呀 就不要你找了 直接把孩子扔 你从来 你孩子不送回来 他俩一知道了 马上就把孩子给扔回来了 那看孩子 你在中间哥哥了两个是 我还是有点这一的事 是不是 分人家 我这啥事啥事不用 我自己说了算 谁管我们 我也不用他管我 他们我也不管 你这孩子上二年级了 你俩过他没有 那你放心 是事没有 我也盯着我老哥一个 其实能够理解苏大姐的担心 毕竟儿女是否支持父母再找这事很重要 也关系到日后两人的相处和生活 但对此 樊大哥也表示完全不需要有这种担心 听到樊大哥的承认后 苏大姐也算放了心 但随后他想到啊 聊天到现在 樊大哥还不知道他的婚姻经历呢 自己这两段婚姻 樊大哥会不会介意呢 我离不两次婚 我二十岁结婚 最后这个是一零年离的 完了我就再没找 这女的多老实 那肯定也是她受气 不得不离婚的 对于苏大姐的婚姻经历 樊大哥不仅不在意 反而对苏大姐多了几分心疼 这可真是应了那句话呀 只要是遇到对的人 啥都不是甚啊 我想说我养个小狗 那你两回子我还能养呢 嗯 那就看吧 再说了 不行送人吧 咬肘就不能养了 舍得 我也不反对 但是我的 如果拿出去 我也不能养这个狗 那养人感情就完了 有感情 到时候再说 你俩这么大岁数了 你得为自己活了 嗯 不能 不能老伺候她 孩子咱都不伺候 你能伺候她 是吗 我是反对那玩意儿 哦 那她要喜欢的 那种就想养的 不能 我会整这事 我能整病 如果要成了 那不养也就不养了 那我就把狗送人吧 能舍得呀 嗯 应该 跪着就好了 因为我也愿意出去 说白了 我也愿意出去 走去 但是我这不 因为自己干脆 我出去不愿意出去 没有伴儿 所以说的去养个狗 但是如果是说真正 说的 我也不能为了 我又要不不找行 跟狗过一辈也行 它又不现实 所以说得不养也就不养了 虽然送走小狗 苏大姐心里也会不得劲儿 但毕竟余生的幸福更重要 而且她觉得 凡大哥说的也有道理 如果有这只小狗在 出去旅游 确实会有很多不方便的地方 送给一个能够全心全意照顾它的人家 或许也是个更好的选择 最后你们俩那就好好相处了 我希望能够说早日听到你们的好消息